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好久不见啊 我是大树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很实用的一个神器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软件合集的白宝箱 它没有功能很多 就我前面说的就拿屏幕录制来说吧 可以很简单的解决了我们平时录屏的小要求 现在的录屏软件要么就收费 要么就给你谈一大堆广告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免费的 结果录完屏发现 竟然有水印 你说气冷不气冷 那用起来肯定就不爽嘛 所以火大 那么今天大树给大家推荐的一款 就是大树一直在用的 里面包含了好多个实用的超级好用的神器 我一次性送给大家 这是什么软件呢 就是它 嗯 啊 这什么啊 这不是格式转换工具吗 你这确定是你说的白宝箱吗 你都放错图标了 你到底靠不靠谱啊 许光啊 别急啊 你别看这个图标和这个名字 它其实点进去你就知道里面内有乾坤啊 信我啦 信你什么信你 你给的软件到底靠谱靠谱啊 每次都说神器神器 唉 难相信 不信没有关系 我演示给你看 你就信吧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格式工厂 打开这个工具 可以看到有很多个功能区 打开之后 简直就是个小白宝箱 首先音录眼帘呢 是一些格式转换的工具 就是把我们视频格式相互之间转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往下拉这个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将我们的音频 视频进行一个合并剪辑 做一个简单的剪辑 还有一个什么 去除水印的功能 快速剪辑 那么今天介绍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屏幕录制 点开我们屏幕录制之后 它会打开一个屏幕录制的窗口 屏幕录制的窗口里面有很多功能 可以看到有打开摄像头录制 然后选取全屏录制 还是窗口录制 窗口录制的话 就是选取你想要的哪个窗口进行录制 然后选择全屏的话 就整个屏幕开始录制 然后选择区域的话 那就是截一个区域出来 这些都可以 我一般是全屏录制 然后这里有个很关键的 点一下设置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输出它的 每秒的帧数 最高是60帧 然后码率啊 以及我们这个可以输出的格式 然后我们除了 用完这个屏幕录制的功能 它这个输出来是完全高级的 前面有水印 中文件是它还有一个 抓取系统声音的 抓取系统声音的 这个功能就可以很完整的保存 你想录的视频的一个 高清的音响 然后抓取声音 我们计算完这个功能之后 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好玩的功能 嗯 往下滑 然后这里面是可以把 我们的音频转换成 不同的格式 就是MP3啊 E M4A啊 这些什么 WMA啊 这些稀有的格式 然后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 转换成音频 这个没毛病 下面是图片转换 因为它是格式工厂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厉害 就是所有格式 包括一些设计上用的图片啊 都能相互之间的转换 然后还有个文档 文档也能 包括PDF啊 然后 Xize啊等等 所有的能够这样 文档都可以转换 这个好强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蛮实用的 就是早期的时候 咱们家里都会有关盘 有些矿文视频 已经结婚的人 他们又有DVD啊 或者VCD 关盘客录的 结婚的视频 如果想上传到网盘 或者保存到硬盘的话 那怎么办 DVD万一给挂花了 那里面的文件 可就得不尝试了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又可以把我们的 关盘转换子视频文件呢 这一个功能 这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最下面呢 就是工具 最后一个 也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批量 重命名文件 批量更改 它可以支持 所有Windows支持的文件 然后音笔视频图片都可以 可以批量的 把文件名更改 包括什么数字啊 等等 这点特别强 然后包括按日期啊 按时间啊 一整个文件夹啊 全部更改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白宝箱 更多功能的话 还需要你们去探索我一下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录品的功能 我之前最常用的话 就是合适的转化 还有就是图片的转化 以及这个重命名 特别实用 特别是这个重命名 特别实用 那么你说的这个软件这么好 怎么下载呢 下载软件的时候 动不动就下载一个全家桶 你说怎么办 所以说叫你关注我 你如果早点关注我的话 这些好用的软件 我都已经放在我的百度旁里面 或者我的卫影旁 到时候给你们下载 我把它打包成绿色的安装文件 你们直接安装就好了 没有任何全家桶广告啊 什么东西就七七八八没有 但是你要关注之后才能下载 你不能昧着良心 直接下载不点关注 那就有点过分了 说的就是你 说的就是你 你知道了没有 好了 下载地址的话 就放在评论区和视频介绍下面 这是大树今年最后的一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软件合集工厂 在这里也必须大家提前新年快乐 顺便想说一下就是 如果你出门的话 要带好后座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多多点点关注 再想后会有期 下期见面 面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